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透过反法西斯 反希特勒 反共党集权的天俄融合命后 而今是中欧地区新生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国家 尽管在其国内有近七成的天主教徒 但基于宪法保障的宗教自由 仍然可见佛教徒处复体的角落 首都布拉提斯瓦拉位于锦陵奥地利和匈牙利两国边境的多党河畔 首都布拉提斯瓦拉位于锦陵奥地利和匈牙利两国边境的多党河畔 又被称为多党河之城 布拉提斯瓦瓦是斯洛巴克共和国的政经与文化的中心 包括该国总统府、国会及政府所在意 大学、国务馆、科剧院、美术馆等重要的文教机构设置期间 位于首都旧城区的圣马丁教堂 是布拉提斯瓦瓦最大的教堂之一 更是当今保有七世纪初的圣土古墓 及稀有的犹太教堂纪念碑的少数教堂之一 以谢尔门是建造于十四世纪的布拉提斯瓦瓦城防御东市中 至今唯一的十四世纪之门 门上高塔除了提供远眺老城区的绝佳室教外 更是城堡的重要文标 此外同样修建于十四世纪的布拉提斯瓦瓦城堡 除了作为总统府的旧式政策之外 更是斯洛华克首都县城最古老的实质建筑景点 法师围绕着斯洛华克国家剧院门前的喷泉 师法赶入 涓涓泉流中喷泉的雕塑遺术 借由英与南海的造型 凸显的青春异象仿佛更多了一些慈悲 这一天侍逢华瑟节 海涛法师受邀担任当地社区佛教卫瑟节法会的 祖法和尚及贵宾 在司仪简单地介绍 以及主席致辞后 随即展开诵经祈福法会 法会中 受邀法师们分别依序诵经祈福 现场民众也虔诚合照 专注当下 法音相遂 在主办单位安排之下 小朋友们接着上台 一一念出心情分享 好的 亚 电影 地平均 港 webcam 当地佛教徒们 也以诵经奉修 及慈悲诗诗等方式 参与佛教魏设节的庆典活动 里面状态 不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司仪特别的介绍之下 海涛大和尚 先以慈悲众语 为众的僵持祝福 随即为众人慈悲开示 我们来到后面这个塔 这个塔代表佛陀的心 所以我们礼拜佛塔 就在礼拜佛陀的慈悲心 所以 拜佛陀的慈悲心 也找到我们的慈悲心 不会生气 不会去伤害别人 因为如果你的心 充满平静 充满爱 世界就改变了 那佛陀要我们礼拜佛陀 以礼拜佛陀的方法去 礼拜所有生命 包括一只蚂蚁 所以这个佛塔 也代表一只牛 也代表一只马 也代表一个敌人 它都是我们心中的佛陀一样 所以我们以最美的花 或最好的香 来供养佛陀 我们学佛以后 要用最美的花 最好的心 来供养每个人 所以不管它是什么宗教 什么外表 什么动物 它都是我们心中的佛陀 所以我们这样在拜佛塔 要这样去尊敬每一个人 你为什么会有钱 因为你拿钱帮助贫穷人 你为什么会健康 因为你帮助病人 你为什么会长寿 因为你不杀害生命 还要救他的命 你为什么会长得比别人高 因为你喜欢拜佛 你喜欢绕佛塔 身材就会好 所以佛陀告诉我们 这个有智慧的方法 这样非常好 那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我希望大家 因为在欧洲看到很多马 在给人家骑 结果他老了以后就把他杀掉 我们希望佛教徒要有慈悲心 救他们的命 所以我们昨天跟我们 澳大利的会长 还有德国的会长决定了 开始要在欧洲 救这些可怜的老马 因为佛陀说 帮助其他的生命 才是真正帮助自己 所以简单的说 慈悲爱心 才是我们真正的宗教 所以不分天主教 基督教 回教 佛教 有爱心 就成为一个最好的宗教 只是爱 没有界限 没有分别 通通平等 通通要去爱 因为佛陀说 帮助其他的生命 才是真正帮助自己 所以简单的说 慈悲爱心 才是我们真正的宗教 所以不分天主教 基督教 回教 佛教 有爱心 就成为一个最好的宗教 只是爱 没有界限 没有分别 通通平等 通通要去爱 随着活动的安排 众人在法师们的带领下 登上佛塔礼佛 众法师前程合掌 领众绕塔 众人也前程一叙 又绕佛塔 大方广佛华言经济 又绕余塔 当愿众生 所行无逆 成一切智 绕塔三扎 当愿众生 请求佛道 心无谢谢 活动中 大和尚特别为畜生到众生 做三归衣 并以金刚节 吉祥物与众结缘 当地信众 也带着宠物 前来欢喜敌寿 有志 大文咒的 幻场身中 圆满三归衣的祝福 好 又拿剪品也可以过来 好 又拿剪品也可以过来 来来 没剪 会后 海淘法师避开歌声五月的活动会场 在四月内殿 为来自德国的动保团体会长 行三归衣 并为众人开示三归衣的法要 那首先我们要供养诸佛菩萨将领来接受 所以他用这个花的哈达要供养佛像 我们代表佛法身上吧 好 那首先我们要参与一个过去 我们还没归衣 我们就会杀马亿 会伤害其他生命 我们表示要参与 愿断一切恶 愿断一切恶 无力恶不断 无力恶不断 所以这个水等一下洒在身上 代表佛帮我们洗干净 那现在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 来依靠佛陀 事实上 归一 透过佛陀是归一自己 我们自己里面就有一个慈悲心 找到自己 所以你去恨别人的时候 以后你看你自己的 赶快要念佛 南无佛陀耶 南无达玛 南无达玛 南无参加 要念自己的名字 要想到爸爸妈妈 过去的爸爸妈妈 这样 归佛 归法 归神 归佛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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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不归一 永不归一 天魔外道 天魔外道 就是你已经了解佛陀才是圆满的 上帝也好 神虽然存在 但是还不圆满 唯有佛才是圆满的 但是如果你真心归一 上帝神都会保护 因为祂希望你圆满 归一法际 永不归一 永不归一 外道天机 外道天机 那就是说佛经才是究竟的真理 世间的书是知识而已 归一圣经 用力恶游 那我们归出家人 你一定要看清楚 这个出家人有没有慈悲心 有没有慈敬 才要归一不难不难 归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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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神经 好我们现在要发愿 愿修处一切不好的事 愿修处一切不好的事 愿断一切恶 愿断一切恶 这是第一个愿 就是永不不要去做坏事 永不要伤害你 第二个愿 愿修一切善 愿修一切善 所有的好事都要帮助祂 哪怕祂是你的敌人 哪怕祂是回教徒 只要他受苦你就要帮助他 适度一切众生 适度一切众生 不管是敌人朋友猫狗蚂蚁 你都要帮助他解脱 那这样就归一了 那你要想现在佛陀菩萨已经活在你心里面了 你不能听你自己的想法 要听佛的想法 我非常的非常的高兴 当天大和尚会发心救赎退役老马的 德国会长取法名为慈悲 德国会长也透过翻译 分享自己想救马的特殊姻缘 仿佛奇迹般得到佛陀的倾听与加持 而得到海涛法师应运成就所愿 我认为这个市区有很多的马车 马车四处在街上都看得到 因为这个对我来讲我觉得很可怜 因为马一直在工作 而且常常他们受到不好的待遇 在不管天寒或是天热天气非常的炎热 他们都得要在街上走 然后我那个时候看到两匹马 他们看起来非常非常的累 而且非常的伤心悲伤 我觉得其中的有一匹马好像在对我说 亲民帮助我 我需要帮助 在那个时候呢 我真的我就对他说 我对他悄悄地说 我要帮助你 可是在这个时候我又感到我觉得我很无助 我们要足够的力量 那这个过了以后呢 我跟这匹马碰见 然后这个海涛法师呢 也跟宏仪主教他们的面谈 会谈出来了 我呢 跟着其他的朋友 还有跟海涛法师 我们去餐厅吃饭 这就像一个奇景一样的 在这个我们吃饭的时候呢 这个海涛法师敬忙说 我们这个 他要开始帮助德国 要这个奥地利成立这个动物的互生缘 尤其是马来马匹的互生缘 这个对我来讲 就好像一个很大的帮助 来自这个佛陀 一个很大的帮助 然后来给我的大大的助力 非常非常的感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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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or 注信我们要一直在这个地点 专 of our母亲 aan的嬸 also LIVE 生好好来救 妈 好不好 好 当下 大和从在接受共养的毒食 及抛砖引育 将手中的共养筋捐为救麻资粮 在场佛子也一一捐换故事 随喜善行 成就善愿 末了 海淘法师李仲回向所作功德 在斯洛巴克的陆海万峰中 祈愿说佛世界六道永远众生 敌苦得乐 所有善行善愿 惜皆成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沪池中华国际诗实协会 邮政划播 沪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诗实协会 划播账号50396819 50396819 银行账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12-001-205-666 012-001-205-666 生重灾食 素食银行 慈悲便当 烟贡香 粉 药贡包 香 弱势关怀 不食动物 佛教慈悲至夜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举办岁末感恩法会 神州忠明前南护法仪轨 即恭送庙法莲华经四药品 恭请赞江法师 赞同法师 赞护法师 共同领众 日期1月18日星期二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若二 网络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 八关灾界 即大碑灿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组法 日期1月22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60-3号 里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当日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 备有接驳车 各位就应该要受五戒 然后六载日要八关灾界 日常生活要受十三戒 不杀身 不偷盗 不血淫 嘴巴 不妄语 不两舌 不恶口 不奇语 内心里面 不贪 不撑 不吃 那各位要培养 那个习惯 什么叫习惯 你平常很喜欢 讲别人的缺点 没讲 很难 看到了一定要讲 讲一个讲两个 还要打电话 告诉更远的地方 广播电台 那各位 那你不受八关灾界行吗 你就在受的时候 那天你就会忍 你就会忍 忍久了以后 你那个习惯才会改变 不然 你试试看 你周围的人 那种讲话的模式 你怕死也没变 讲话就是这么粗鲁 爱骂人 然后呢 讲是非 吵架 从来不会改变 跟死也没变 我讲 跟死也没变 什么意思 曾经有一个人 请他往生的爸爸 用电机附在身上 讲出来就是那个语气 跟死也没变 死了 还是讲话 还是那个语气 没改变 所以一个人就是这样 一直在培养 这个不好的习惯 那你就要靠着平常 一直控制自己 控制自己 看到了 不要讲 该生气的时候 不生气 一次 两次 三次 你终于习惯了 这种语言模式 你的口业 才会清净 口业清净以后 然后你还要练习 辩才无碍 平常不讲话 只讲佛法 像我自己都培养 我很少跟人家讲话 我只有上台讲佛法 下台就做一个沉默的人 我喜欢看佛经 思考 连跟人家做同一桌吃饭 我都觉得很痛苦 但是我就尽量配合 但是培养这个习惯 对我这辈子来世 生生世世都有帮助 多的话也不会讲 那因为我希望做个修行人 我希望有这个习惯 只会讲佛法 其他不太会讲 以佛法的尺度来处理 世间的任何一个事情 而不是用自己的想法 用自己的想法 就会乱掉 佛陀的尺度 怎么来面对这个事情 对金钱怎么看法 对于世间法怎么看法 你会看得很清楚 那各位要培养 这样的好习惯 所以各位八观再界 你如果在家里 那最好了 今天一个人在家里的佛堂 最安静的地方 在那边打坐 精行 思考 你能够这样安静一天 不可思议 你很少这样安静一天 去思考 思考以后 你会信因果 今天我为什么会 遭受到这种痛苦 那一定是我过去杀生 吃肉 所以我才会生病 今天我为什么感情这么痛苦 因为我过去 一定是欺负过别人的感情 这个很简单的因果道理 所以我要好好地忏悔 感情不快乐 要念哪一尊佛 念一下 那么宝月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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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月光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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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各位要多看经典就知道了 这个宝月如来过去是个出家人 然后跟女人睡觉了 然后怎么办 然后那女人又有老公 怕她知道 干脆把她老公杀掉了 那这个比丘 又犯了破大戒 又杀了人 所以自己就像发疯一样 跑到山上 哎呀完了完了 这样 结果碰到一位老法师 那老法师说 你为什么完了 哎呀老法师 我强奸的女人 又杀了她老公 你看我这个出家人 一定要下地 我完了 我完了 那这位老法师说 哎呀 佛陀说什么都假的 是诸法空向 有什么好玩呢 重点是 你知道错了 不要再犯 从现在这一秒 我们开始做好事 开始是利益众生 业的本体是空性 但是能够发菩提心 父亲说 能够发菩提心 你所做的恶业 如果像喜马拉雅山这么高 马上那个恶业就消除掉 能够发菩提心 你的恶业像整个世界的冰块 太阳一出来 冰块就融化掉 所以如果你有改过向善的心 现在就跟我发菩提心 大家去利益众生就好了 然后这一位比丘 一想有道理啊 想他造了恶业他就完了 想到利益众生 哦 力量就来了 所以他就冲了 后来成佛了 就叫保月如来 所以如果你有感情的痛苦 过去犯邪音乱七八糟 那你现在多念保月如来 因为他是这样过来的 欢爱众生 永不停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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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